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菜头很爱玩 推广南方的地方小吃 江西温泉季 社区团体苏尼亚迎冬至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7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黄文淑 今天是周休二日的第一天 原本南下要到宜兰的车辆就非常的多 但是雪山隧道南下入口15.7公里处 今天早上也发生了一起车祸 是一个计程车撞游览车的车祸 导致雪碎回堵大约有3公里 现场维持单线通车 一直到早上9点多才恢复顺畅 从影像中可以看见左侧车到计程车 在接近前车时靠右而擦撞到游览车 这起发生在今天上午8点38分雪山隧道南下路段的交通意外 让雪碎塞车车辆回堵约3公里 直至9点多才恢复顺畅 宜英零角客车宜英零卫保安局 查状前车自小破车 在查状外车车道的零达克造势 因为车流在发生历史在15.7 大概回处到雾涂隧道左右 那部车也不知道怎么搞 就突然跨越双白线就撞到不准 刹车跟方向盘再往右偏都来不及 当时计程车上有一名女性乘客 事发后因为头晕不适送医 而游览车是空车 准备到宜兰载学生外出 而车祸造成的车体损失还有待估计 至于详细肇事原因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曾报道 为了行销县内的休闲农业 县农会特别针对各农场进行评鉴 并且举办了农特产的展销活动 而其中黄金级正值盛产 县农会希望能够打响全国的知名度 来自县内各项优质有机农产 齐聚在宜兰市老树广场 有茶叶柑橘地瓜等等 还有全国产量最多的金菊 更是县府极力推广的农产品 金座金干这个部分 对宜兰县这种农会在生产过程里面的 一个重要作物 重要的水果 我们会大力来协助它 希望它变成一个宜兰的 类似我们三星的上将领 或者是状的哈密瓜一样 能够更加响亮 让它的产生能够提升 另外县农会表示 每年都会举办休闲农业的凭借 借此提升服务品质 同时为了鼓励落实环打 今年还要预设优质评选 休闲农业的评鉴 是希望让我们宜兰县的休闲业者 能够强化它的服务品质 希望能够结合我们的生产 农业的生产 农业的生态 农业的生活 融为一体 希望让我们的游客 来到我们宜兰县 能够体验到我们的农业的 体验 能够吃到好的餐饮 能够有住宿的品质的提升 所以我们今年度 更加入绿色的一个标章 希望让我们游客来到宜兰 真正能够有很好的一个 我们国民旅游的一个保障 农客产展销品质好 价格公道 而且种类多样 非常值得民众假日来这边 参观采购 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道 您知道你所购买的农产品是谁种的 种在哪里又有什么样的背景故事吗 为了行销宜兰市 优质好吃又新鲜的农特产品 宜兰市农会不但推出了统一的包装袋 还把小农的故事制作成书签贴在包装袋里 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也能够提高这个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宜兰市所出产的新鲜蔬菜统一包装袋上 特别贴上了小农故事级及书签 诉说小农自己耕作种植的心路历程 与消费者来分享 让消费者了解宜兰市在地蔬果新鲜 安全健康无农药残留 并且结合了QR Code要减0减出 创造农业附加新观念新价值 大力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生产利力将来農業的生产 一定要透过QR Code来生产利力来推电 因为这样下去了 我们就跟他看过 今天老板说毛泽粉这个人 他种这个蔥子 他里面有这个QR Code 就跟他看出说上井 他用什么油料 用什么農油 当市井 都会上标志出来 让我们消费者吃得安心 吃得好吃 当然里面也有很多农民 他刚才以后中心都要的 他的辛酸苦辣 这样的种植作 我们都在这个书籤里面 都有标志成这样的种植作 宜兰市农会为了行销优质的农特产品 建立宜兰白蒜 青葱 芹菜 稻米品牌 统一包装袋 出版小农故事集以及书籤故事 并且藉由展售 料理 宣传 促销活动 来改善销售价格的问题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 一来到南方澳渔港 就会想到Q彈好吃的鱼丸 苏澳政工所推出 2016冬游苏澳国际美食嘉年华活动 就以菜头很爱玩系列活动揭开序幕 而首场在今天在南方澳第三渔港举办的鱼丸节 现场除了展售多种鱼丸料理 还有一颗超大的鱼丸 现在一起来分享 菜头很爱玩活动今天开跑 现场逛街人潮除了来看表演之外 还排队品尝好吃的在地鱼丸 各店家也拿出招牌口味吸引顾客上门 因为我觉得比较推我们的包线 吃下去我们都是瘦肉 所以吃下去会有抱姿的感觉 对就原味跟包线这样子 包线 基本上都外带包线 我们今天是将天然的鱼浆加上天然的蔬果 我们有南瓜 芥末 黑木耳 跟辣椒 然后这是孩子们上课的创意 然后我们把这个创意放到这一次的宣传里面 然后让大家认识我们书澳海事 然后这样小小的一包都是孩子们满满的创意 开木医师还特地用了超大鱼丸 搞噱头为活动增添色彩 国际美食建立华 我们的15号鱼丸节成功 众生将来咕哩咕哩 其中第一场就是今天的鱼丸节 我们正式登场 大家都知道南瓜鱼丸 是全国有名的鱼丸 而且南瓜的鬼头刀 这个肉食非常的鲜美 由这个鬼头刀来制作 制作的所谓的鱼丸 非常的香Q 所以我们在去年也特别在这个地方 办了第一届的所谓的鱼丸节 我们希望藉由这一店串的活动 能够来推广我们在地的荣誉特产 2016冬游苏澳国际美食嘉年华之菜头 很爱玩系列活动 在鱼丸节之后 第二场则是明年1月7号的苏澳萝卜节 萝卜可以怎么样吃怎么样玩 就等民众来亲自体验感受了 亚兰新闻记者黄竹汉村报导 下个礼拜就是冬至了 按照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吃汤圆 才会长一岁 而江西乡公所今天就趁着温泉季的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搓汤圆 足够有500多个人来参加 到底谁搓的汤圆又圆又快呢 一起来感受现场热闹的气氛 比赛一开始社区妈妈使出看家本领 几秒钟就搓好一粒汤圆 而且每个圆滚大小一致 符合两公分的标准 教师公所表示 台湾传统就是冬至要搓汤圆吃汤圆 所以在温泉季系列活动当中 特别办理这项区域比赛 同时宣导年结团圆的意义 也能凝聚各社区的向心力 互相联络感情 尤其阿嬷未来比赛还盛装打扮 有几秒 两国 元 Valentine 今天 як做Ф act事业比赛 也是我们都拍 tests procedures 和我们传媒的八你的 其实在这个时刻的传媒 这是个新库这个组织 再来就是结果 这是专家的阪 stos 譬如說我們所有鄉親可以 送贏是可以記憶自己的事實 我們可以做團圓 共同為家庭 僵基家庭的借金 也有家庭還好 我們社會更好進步更好 這是我們的國家進步動來支援 他就要來送贏就不會怎樣 講得漂亮 什麼穿得漂亮 衛生才會好 都在家裡的收 今天來這裡大家一起收 很開心 大家很快樂 機會大家都在一起 走走也好 現場也有超商熱心提供熱呼呼的湯圓 讓民眾免費品嘗 即使在寒冷冬天 也能感受到大大的溫暖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接下來要邀請大家一起來做愛心 宜蘭聯合全木基金會的愛心餐會 將在12月24號中午舉辦 預計席開50桌 目前愛心糧票還在發售當中 希望大家能夠共享盛舉 幫助更多弱勢團體圓夢 支持宜蘭在地募款機構 宜蘭聯券一年一度愛心餐會 12月24號星期六中午12點 將在宜蘭有愛發樓舉行 活動將洗開50桌 目前愛心糧票正在發售中 每張為2000元 宜蘭聯合全木基金會 一年一度的慈善餐會即將啟動 將在12月24號禮拜六中午 在有愛百貨的八樓宴會廳來舉辦 這次的餐券我們用糧票的概念來發行 所謂的糧票概念是說 將社會的有餘 大家有的能力來幫助弱勢團體的不足 距離活動還有半個多月 目前餐會已被認購十多桌 基金會正全力催票中 最近景氣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募集的情況 就是我們預計募集50桌 但目前只有十幾桌 希望社會大眾一起來響應 讓我們這次的慈善餐會 可以成功的辦起來 宜蘭聯合全木基金會的募款管道 包含了林錢箱 愛心禮券 發票 小額募款 而餐會是年度重要盛世 透過餐會所募集到的款項 將分配給社福團體 讓更多弱勢朋友受惠 宜蘭新聞記者 黃竹翰 通報道 聖誕節即將到來 許多幼兒園都會舉辦聖誕節活動 讓小朋友玩得開心 而宜蘭市就有一家幼兒園小朋友 在歡樂之餘也不忘了發揮愛心 邀請了家長小朋友一起來捐款 要把所得捐給創世基金 還有慈懷基金會 從小灌輸這些孩子付出與貢獻 幼兒園各班小朋友 紛紛準備精彩的歌舞節目 提前歡度 聖誕節 現場氣氛非常熱鬧 而重頭戲就是幼兒園為了關懷 照顧更多社福團體 特別邀請家長跟學童參與愛心木孔活動 並將所得捐給創世根慈懷基金會 每一個要分類的 許願的分類就是 喜歡人基金會 達оль西教育機構 寒冬送暖的活動 一路走來已經第10個年頭了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呢 能夠給我們所有的孩子 一個懂得如何去關懷別人 然後在透過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他們學會了關懷別人 當然最重要 孩子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懂得愛跟付出 這樣心中充滿著愛跟溫暖的孩子 我相信他們長大了之後 一定不會變壞 邵政的創世跟慈懷疙瘩 將會善用這本善款 同時肯定原方的教育理念 那其實國署就是原長 對我們創世植物人安養的服務 一直都很認同 也一直以來都有幫助到我們 那今天他們所捐贈的8萬塊 我們也會實際應用到 我們植物人的安養經費 像是購買奶粉跟尿布的部分 那就是看到這麼多的小朋友 發揮他們的愛心 在這個很寒冷的冬天 真的給我們植物人很大很大的幫忙 那看到小朋友從小就把這個愛心扎根 那我覺得對社會來說 也是一個善的一個循環 那還是很感謝達文西的 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謝謝 這次謝謝達文西教育機構的 寒冬送暖活動 那幫助了我們慈懷基金會 那這次捐的這筆善款 將作為我們慈懷原中途之家 孩子的食衣住行生活照顧 以及一些教育的費用 我想非常謝謝達文西教育機構 這麼多年來 一直都在為弱勢團體服務 也幫助了我們弱勢團體 讓我們呢更有力量也更有這個希望 去完成我們弱勢的這個族群服務的目標 慈懷紅包義賣 慈懷疑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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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理想的工作 退府會跟宜蘭旅館公會 簽訂合作備忘錄 開辦訓練課程 提供就業機會 另外也鼓勵他們 到宜蘭的時候 入住合作的飯店旅館 提升觀光產業的發展 由退府會副主委劉樹林 與旅館公會理事長孫妍美 共同簽下這份合作備忘錄 不但提供退役官兵的就業機會 協助企業提升服務品質 而且未來也會刺激 縣內飯店旅館的消費能力 宜蘭地區為了發展觀光 它需要哪一些專業人員 我們根據產業的需求 我們來培訓 讓我們所有退出去官兵的 能夠無縫接軌 而且是百分之百 可以符合產業的需求 第二點 當然要把地方的經濟帶起來 除了有一些專業人員以外 當然客戶客群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整個地區有意願的這些工會的同仁 能夠加入我們農民體系的行列 對我們現役軍人還有農民 還有榮眷比照我們自己的高山農場一樣給予優惠 那我在想我們也願意基於雙方共贏 我們會推薦我們的榮民 榮眷有機會到宜蘭地區來 一定要到這幾個地方來消費 來帶動地方的經濟繁榮 旅館公會表示 目前人力外流嚴重 尤其在飯店旅館部分 房屋跟客服人員最欠缺 如今有這樣的就業合作 相信對業者有很大的幫助 不然其實我們宜蘭現在最欠缺的就是我們的榮母 因為榮母這個工作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他高協力 他覺得說做這樣的一份工作比較辛苦 所以不願意去加入這樣一個行業 然後再來呢 一些基本上都是有一些中年人的 來佔這樣的一個工作 可是現在的中老年人他們必須要娶孫 因為受到這整個的經濟影響 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如果是說 弁不弊要有這些薪水 那我倒不如把自己的孫子照顧好 所以就會變成都在家裡面 帶自己的最寶貝的孫子 所以就造成說這樣的缺口就出來了 今天也很高興說 我們的退府會跟我們副主 可以提供這個機會 給我們理官講話 我們在地的理官有一些人才的 可以進駐到我們的飯店來 可以來替我們服務 可以來加入我們的生理金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那愛好 接下來要邀請大家 一起來學習阿美族語 海洋到底一起出列 Sign in the land Yeah 那愛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漂亮的我們 馬卡巴海 漂亮的 美麗的 美麗的 吉達我們 tiang 你啦 耳朵 大 眼睛 麻辣 嗚素 鼻子 嗚素 嗚油 嘴巴 嗚油 瓦巴 麻辣辣辣 吉他 麻辣辣辣 吉他 阿来用 先问最后来关心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情形 明天宜兰地区是晴石多云的天气形态 酵米几率10 气温是15到25度之间 来关心渔月气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 感谢乡亲跟着宜兰新闻关心宜兰大小事 我是黄文淑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人都有 preparation 每个人都好了 王餐